欢乐宋三王子文发微博一次退出 从此再无趣小消 欢乐宋二已经落下帷幕 然后口碑不如第一步 但是关注点仍是很高的 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相信大家在第二步结局的时候 就能感觉到会有第三部欢乐宋上映 五美的故事好像没有说完 这接下来肯定还有故事 安提跟包亦凡可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虽然跟包母弄得不可开交 但最终还是兵士前嫌 小说中安提怀孕了 第三部里估计会举办婚礼 并且过上幸福的婚后生活 那安提是会继续一个职场女精英的角色 还是学做一个温柔贤惠的母亲 邱颖颖和英勤还是走到了一起 应该会马上结婚 只希望她的婆婆 不要再特赐找茬就好了 樊胜美也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不是王百川也不是陈家康 而是最后那个律师的弟弟 据说姓曹 观光跟谢彤的感情也是一波三折 所以第三部的异国 恋牵动着人们的心 问一句题外话 大家真的觉得他俩般配 吗 而曲小潇在第二部中 遭到重大的家庭变故 赵启平还是对他不离不弃 第三部小编觉得他应该会继续撒狗粮 然后凭借自己的本事力挽狂澜 把公司做好 但是王子文最近在微博发掌文 再见曲小潇 这是要推出的意思吗 还是小编理解错了 要是真的没了曲小潇 你还想看欢乐宋三吗 安逸宣明晚台北艳客 大小S写400嘉宾 詹写安逸宣月初在夏威夷举办盛大婚礼 台北婚宴明晚23日 在文华东方酒店登场 宾客名单星光异议 包括大小S 林依晨 陈延熙 潘伟柏 任仙奇等好友 还有安逸宣的男人们 曾和他合作的男星 例如当霸的贺君祥 明道 房祖明 吴康仁 韩兴安在险 也将特地飞来台湾分享喜悦 总计400多位来宾 盛况可期 安逸宣台北荒艳的喜帖夜 红 黑 金为主色 也是这场盛会的Trust Code 信封材质 未如几皮般助感的绒布 内涵邀请卡 设计如电影票 需撕票入场 也和台北婚宴的电影主题息息相关 尴尬的是 昏过忙中有错 部分喜帖物将Friday星期五 印成散星期日 安逸宣说 最近太忙 宾克收到喜帖发信错误 赶紧问他 他才知道 简直要崩溃 喜帖公司愿意充印 但已进婚礼前夕 根本来不及 也只好深呼吸 依依解释 情谨信封质感厚度都好 可以留下来当小植物带 成龙怪癖 残了四十年 兄弟一起洗澡 全都逃不了成龙 二十日出席 成家班四十周年活动 成家班八代成员 团聚在一起 他看完回顾影片感性表示 没机会再认识 结交四十年的朋友了 所以非常珍惜 现在这些朋友 而当年与他奋斗的 第一代成员彭刚 也爆料他四十年前的怪癖 跟兄弟一起洗澡之后 喜欢帮忙大家吹头发 还要求大家发型都要跟他一样 洗皮头 连续看完许多回顾影片 成龙忍不住 眼眶泛泪 作为武行替身 我们是靠完命谋生的 以前 我们从来不想让家人 知道我们的艰苦 怕他们替我们担心 说实话 每次危险动作之前 我们也想过退缩 摄影机打开之前 还在想要不要往下跳 但只要摄影机开机 我们还是会往下跳 断手断脚以后再说 记者会结束前 成龙忍成加班八代子弟到场外中树 象征 前人中树 后人成梁 希望新一位的成加班活得更好 不要再 像我们以前受伤 什么都没有保护去做 现在有这么好的运动中心 医疗服务了 他更称赞新一代成加班 不仅仅从传统武术 还有街舞 跑酷等什么都会 有的还会18个空翻页 越来越好看 陈某表示 40周年活动 整整筹备一年 看完节目安排的回顾影片 充满40年来的回忆 想起抢包衫 我怎么摔下来晕的 我去南斯拉夫开刀哈喽 他们当场把衣服脱掉 在我身上 很多的片段 真的是太多回忆了 今天的40年聚会 是我们的聚会 也是给我们一个回忆 我相信今晚吃饭 大家肯定会很开心 访问维生 成加班第一代成员 相继报道过去往事 彭刚笑说 我们从20几岁跟着成龙大哥 无法用言语说尽感情 他年轻时很喜欢吹头发 我们每次一起洗澡 都要给他吹头发 还要留得跟大哥一样 嬉皮长头发 什么都要跟他学 制服也都要给他做 我们第一代成立的时 后就是这样子 安逸轩明晚台北艳客 大小S写400嘉宾 摘写安逸轩月初在夏威夷 举办盛大婚礼 台北婚宴明晚23日 在文华东方酒店登场 宾客名单星光异议 包括大小S 林依晨 陈延熙 潘伟柏 任贤奇等好友 还有安逸轩的男人们 曾和他合作的男星 例如当霸的贺君祥 明道 房祖明 吴康人 韩兴安在显 也将特地飞来台湾分享喜悦 总计400多位来宾 盛况可期 安逸轩台北婚宴的喜帖夜 红 黑 金帷主色 也是这场盛会的Trust Code 信封材质 位如几皮般助感的容部 内涵邀请卡 设计如电影票 许撕票入场 也和台北婚宴的电影主题 息息相关 尴尬的是 婚过忙中有错 部分喜帖物将 Friday星期五 印成散星期日 安逸轩说 最近太忙 宾克收到喜帖发信错误 赶紧问他 他才知道 简直要崩溃 喜帖公司愿意充印 但已进婚礼前夕 根本来不及 也只好深呼吸 依依解释 请见信封质感厚度都好 可以留下来当小植物带